秦琼在擂台上和史德奈两个人是比武较量 打到最后 秦琼飞起一脚 史德奈伸手一抄秦琼的这脚脖子 秦琼一转身 来了一个反踹鸳鸯腿 这反踹鸳鸯腿 就是他整个身子横起来了 这一脚正踹到史德奈那胯骨上 咚的一下子 史德奈抄着秦琼脚脖子的这个手可就松开了 不光说手松开了 而且让秦琼这一脚踹的史德奈倒退起步 蹬蹬蹬出通 倒台上了 秦琼这个功夫他右脚望辉一收 爱说他这个右脚一挨台板 就应该挺身站住 秦琼如果说挺身在那一站住 这史德奈躺下了 秦琼这就赢了 可是秦叔宝 他故意的没站住 他跟着野来一个王相握鱼的架势 呼通 他趴到这台板上了 秦琼为什么要这样啊 这我们应该说秦琼在和史德奈比武较量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思考什么 秦琼在想 我们两个比武较量 看这史德奈的拳脚 我要赢他是有把握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他赢了 史德奈这个副中军可就当不上了 他让罗王爷给他下了道命令 在这力泪比武一百天 今天是最后一天 一百天不知打败了多少英雄好汉 眼看着他就最后胜利了 如果说我把他打败了 史德奈这一百天 这功夫就白耽误了 我秦琼不过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 我是个罪败 我就是把史德奈打倒了 能挣他五十两银子 别的我还能落到什么呢 而对史德奈卖讲 这是他往前迈进一步 让我给挡住了 俗话说 君子有成人之美 小人有寄人之心 说好人呢 都讲究成全别人 把这当作一种美德 说坏人一般就嫉妒别人 恨不能把别人都给弄坏了 跟他一样了 是这样 秦琼是属于君子 秦琼心想 我呀 别把他的官路给他挡了 所以秦琼在这一脚步使得那踹躺去之后 秦琼 扑通 他也趴台上 在史德奈倒的那一瞬间 这金甲通宽在台下边 本来就叫好了 好 刚一喊好 哎 怎么着 怎么这么 秦爷爷倒了 他俩就算谁输谁赢啊 秦琼这一个亡乡卧鱼 趴在那之后 紧接着秦琼就站起来 冲着大家伙 一挑大指 这史德奈是毫无意 他赢了 我输了 一说这句话 台底下看热闹的大伙 是纷纷一论的 有的是行家里手 哎哟 这个本来是他赢了 怎么他说他赢了 你不知道啊 人家这是让着他呀 大都的天王 史德奈心里边明白不明白 史德奈心里是最清楚的 史德奈这功夫 由他台上边站起来 满面通宏 面带修残啊 史德奈冲着秦琼一报万 秦庄师 我谢谢您 秦琼冲着史德奈也抱全还礼 史德奈 毫无意 今天秦谋 甘愿败北 史德奈走到秦庄的跟前 各位 我得谢谢您 别的话 咱就什么都甭说了 尽在不言中吧 秦庄一笑 哎呀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就应该你当这个副中军 秦庄把话就等于递过去了 你呀 要当副中军 我不挡你这条路 我认输了 这个功夫史德奈在台上站着冲着台下宣布 众位 历累着一百天 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 啊 众位请散吧 一说这句话 台下边大家伙 熙熙攘攘 往四下分散 秦庄又打台上 蹭一下子就蹦下来 秦庄一蹦下来 金甲同环就过来 哎 我说秦哥哥 您赢了 您怎么说您输了 秦庄说是我输了 这史德奈有本事 你们两个没看清 我们两个怎么没看清 我们俩眼督的瞪一边大 就等着得他这五十两银子呢 您怎么 别多说了 话刚说到这里 感情旁边的看台上 有十二架棋牌官 犹打上面都下来 为首的就是张公瑾 张公瑾 分开人群 走斗窃进 史德奈有大台上也下来 张公瑾说 这位壮士你叫什么名字 秦庄如果姓秦明穷 毫无意 张公瑾那是寒假离手 刚才看明白了 秦庄本来是赢了 愣说自个儿输了 史德奈落一全脸 史德奈这功夫来到张公瑾的跟前 我跟你说呀 今儿个 可亏了这位 这位可够朋友 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 张公瑾说那是当然的 您叫我叫秦穷 哦 金甲同欢 您是谁呀 张公瑾说 我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燕超 罗王爷价钱的棋牌官 我姓张 叫张公瑾 金甲同欢一听 一拍大腿 嘿 要找的就是您呢 怎么着 要找的就是我 找我干什么 金甲优大怀里面一伸手 就把单兄信写给张公瑾的那封信拿出来 把这封信双手递给了张公瑾 张公瑾把那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瞧 这才明白这封信是单通给他写来的 信中写的是秦穷秦书宝是他最吃劲的朋友 现在充军发配到了北平府 求张公瑾要多方关照 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 不要让罗毅罗燕超那一百沙威棒打到秦穷的身上 张公瑾看完了这封信 又瞧着瞧金甲同环看了看秦穷 咱这么说 您就是秦穷了 秦穷一点头 正是在下 哦 张公瑾一看心中纳闷啊 心想秦穷 充军发配的配军呢 现在 怎么也没穿最衣 也没穿最裤 跟金甲同环两个人 都穿的是普通的服装 这三位就好像游山湾水一样溜到这来了 张公瑾又一转念 甭问了 这是善通善凶信的作用 金甲同环两个人 可能在一路上 对秦穷的管输比较宽松 好吧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都是朋友 善通善凶信 跟我是从小的交情 随我到北平府里边 先到我的家中吧 金甲同环一听 好 于是金甲同环和秦穷 以及张公瑾等十二架棋牌 还有大族的天王使得奈 一起就跟着他们 到了北平府的城中 这个距离村里北平府还有一段路程 路上走咱们就不用说了 到在北平府之后 这十二架棋牌 可没有都到张公瑾的家中 张公瑾白献到 驱土盖驱土通 一共这四倍 是比较最要好的 一起跟着到了张公瑾的家了 大族的天王使得奈 金甲同环和秦穷 一起来到张公瑾的府邸 张公瑾把他们让到客厅里边 端然坐下之后 吩咐首先的家丁献茶 献茶已毙 这才话入正题 张公瑾瞧了瞧金甲同环 你们二位一路上多辛苦了 金甲同环说没什么 跟着秦子哥 在这一路上我们沾了不少的光 至于说沾什么光 他可没细说 他就没说怎么救上官敌呀 怎么上山上碰七国远呢 这事不能说呀 人家张公瑾 那是官面上的人呐 你要路灵道的事 他不能讲 张公瑾说 善雄信 这封信上说呀 要让我帮忙 让秦子哥摆脱这一百 沙威棒的责打 这个事情 咱们得好好商量上 金甲同环就就是呀 到在北平府 我们是举目 无亲低头无故 谁也不认识 您在北平府 在罗王爷府下当棋牌 这个事儿就得多拜托您了 张公瑾说知道应该呀 我跟善通善雄信 发小的弟兄 从小在一块玩 现在我听说善雄信 在鹿州天堂县 开了好多的买卖 是这个样子吗 金甲同环说 对对对对 那是大财通了 金甲同环可没说善雄信 还是陆林道里边的总瓢袜子 这事儿不能讲 张公瑾点了点头 那好吧 不过 我跟您二位说 这个事情 要是在别的地方 可以说非常好办 但是到了北平王这儿 就有点太难办了 金甲同环这怎么呢 怎么那么难办呢 张公瑾说你不知道 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燕超 有个外号 叫白面炎君 就是白脸的炎味爷 哟 这么厉害 那可不 这老头 又横又倔 横竖不吃 你想在他跟前 要讨点人情面子 那比登天还难 那他这一百沙维棒 不能想法 咱给他免了吗 怎么免呢 这他定下来的规章制度 不管什么地方来的 冲军发配的配军 上唐之前 先打一百沙维棒 这老头 他有这么一个观念 他认为 反属犯罪 冲军发配到这来的 都不是好人 在他们的身上 都有裂根性 杀威棒 杀威棒 就是没上唐 先杀着他的威风 你想这老头 你少规定点 你哪怕打三十四十 杀威棒也行 一百呀 一般来讲 这一百杀威棒 打完了之后 那屁股都掏烂了 再上唐 是啊 什么威风都没有了 光剩下在那趴着了 金甲同华说 就是啊 那么如果说 咱们给使上点钱 行不行 嘿 你可千万别说使钱 大随朝 贪官污吏 横行遍地 所有的官员 送钱都好使 唯独这儿 不好使 这罗王爷 你要不给他送钱 还好点 你要一给他送钱 他立石膜眼珠的 就当起来了 你算倒了血没了 你要是个当官的 就得丢官罢职 你要是平民百姓 他就得治你的罪 他说你 行贿 你给他一行贿 你就有了罪了 哎呦 金甲同华说 照这么说不好办了 啊 正这功夫 就听外边有人说话 公锦在家吧 张公锦一听 哎 又来一位 咱求求这位看看怎么样 金甲同华说 这位是谁 张公锦说 这是中军老爷 杜插 杜老爷来了 张公锦站起身来迎到外边 一会儿的功夫 又到外边迎进一个人来 金甲同华和秦琼一起观瞧 一瞧这个人 气高个 缠不了 两道重眉毛 一双大眼睛 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那个眼珠 是黄的 就跟那白种人一样 他黄眼珠 要不他有个外号吗 叫金眼雕 金眼雕 那就是黄眼珠 这人叫杜插杜德明 这是镇边北平王罗一 罗眼超 杖下的中军官 这杜插跟张公锦 都是好朋友 所以杜插今天到这一进来 张公锦先给他指引了一番 我来给您介绍介绍 这一位是山东来的朋友 他叫秦琼秦淑宝 这两位是山西路州天堂县的 金甲同华 互相寒暄完了之后 张公锦给他们也指引 这是我们中军老爷杜插杜德明 介绍完了 张公锦就跟杜插又说了 说这秦琼啊 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朋友 现在冲军发配到这儿了 他犯的这个罪呀 本来不重 属于误伤人命 没办法 也得接受国法的制裁 所以冲军发配冲到这儿来了 现在最犯愁的就是这一百杀威棒 罗王爷这一百杀威棒 没有挫过去的 可是现在如果让秦大哥挨了这一百杀威棒 我就对不住善雄信和我从小结交的这份情意 杜老爷 您看那事怎么办 杜插说我先问你 史德奈利内那事怎么样 张公锦说那个没事了 史德奈利内一百天全胜 今天最后一个就会的是秦穷秦书宝 这功夫史德奈利站起来 跟杜插就说了 杜大哥 我可跟您说句实话 今天最后 咱们都是自己弟兄啊 没有外人 我掏心窝子说一句 我输了 咱们你输了 我输给秦大哥了 秦大哥是让着我 秦大哥那一脚把我踹躺去了 本应该人家是站住的 人家故意的也趴抬上了 愣说我赢了 我要不把这话说出来 我亏心 我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 秦穷书宝说的哪里话来 史先帝 你武艺高超是你赢了 我自个儿是倒了 他就甭听那个了 杜插一听这句话 心里就都明白了 哦 好好 不用多说了 既然是你赢了 那就好啊 是的 你这个副中军就算当上了 明天我跟罗王爷引说 您就提升一格 成了副中军了 跟我当助手 是啊是啊 这得多谢秦大哥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说杜老爷 您得想着呀 别让秦大哥挨这打呀 杜插说这个事怎么办呢 杜插老半天没说话 他抬头看了看秦穷 上下把秦穷打量了一番 最后说 这个事儿啊 要是如果想着 妥过这一百杀威棒 咱们就得呀 走一步算一步 先走这第一步 罗王爷呢 那是一个不尽严价的人 你是什么辙 在他那都不起作用 但是有一样 你们忘了吗 罗王爷打着一百杀威棒 他也不是说 不管什么人他都打 冲军发配来的这些配军 岁数太大的 体格弱的 他先不打 给你寄存着 你什么时候好了 什么时候再打 再有一个 有病的他不打 罗王爷老说这句话 官不采病人吗 有病你还打人家 这就说明你 这官当得不尽情理 所以说呢 我看秦德哥 长的这个面色 黄点 如果说我们给做个假 就说秦德哥一路之上 身染重病 明儿上堂的时候 掺着秦德哥去 秦德哥呢 您得给我们做个样 您就假装啊 抬不起腿来 二目无神 大病还没好 倒在堂上 您就趴那 这样的话 我们在旁边跟罗王爷 再一叠咕 您这一百杀威棒啊 就免了 免了可是免了 这罗王爷脑子特好使 他还记着呢 过一段时间 他得问 说那个病人怎么样了 到那时候咱们再说 不行的话 咱再找俩大夫 给他俩钱 让大夫给您 开出一个方子来 就说您得到什么什么病 您就在这儿 多对付些日子 慢慢再来 反正呢 按说我跟罗王爷 他儿子 罗承 我们两个 比较好 等着容数功夫来的 我心里 我找找罗承 让罗承 再跟他妈说说 让罗老夫人 那么拐着弯的 跟这罗王爷 禁言几句 也许 能把您这一百杀威棒 给免了 咱第一步 先装病 拖过堂上 这顿揍下 您看怎么样 金甲同欢一听 那也行 张公锦说 事到如今 也就只可如此了 杜老爷 多谢您啊 他们大家伙 在这商量好了 于是张公锦 就在他的家中 白酒设宴 给秦琼 金甲同欢 接风 这是冲军发配来的 配军呢 现在啊 一点罪犯的样子 都没有 谁也不小看秦琼 也是因为秦琼 这一打类 让了史达奈这一把 把这些棋牌们 也都感动了 认为秦琼 这个人 的确是个好人 酒宴之后 这金甲同欢 就想带着秦琼 住店 张公锦说 你们呢 还干脆就别住店了 就住在我家里 明天 给这秦爷 换上罪衣罪空 然后 我领着你们上堂 金甲同欢一听好吗 于是就在张公锦的家中 住了一夜 转过天来 给秦琼 换上了罪衣罪库 相带长家 应该是 这长家没给带 因为是病人嘛 所以把这个锁链子 在手上 那么一缠 金甲同欢 带着秦琼 在张公锦的率领之下 就一起来到 镇边北平王 罗毅罗燕超的 王府衙门 来到衙门大唐之下等候 金甲同欢 把公文 先递上去了 镇边北平王 每天是正常办公 升堂啊 罗毅罗燕超 在上面这一升堂 有人把今天的公文 往上一递 罗燕超 按照来的公文 先批阅 带冲军发配的配军 今天 发配到这来的 一共有五位 头前这四位 往堂上带 每位上堂之前 都打一百沙尾棒 头前这四位 这一百沙尾棒 打完了 有一个当时就打晕了 有三个 打得是爬上堂去 秦琼 秦叔宝在旁边 看的是明明白白呀 心想这一百沙尾棒 对人来讲 太威胁人了 因为秦琼看见了 长型的 那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身体倍儿棒 手中拿那沙尾棒 所谓沙尾棒都是枣木杠子 往身上打的时候 是毫不客气 重举重落 一百下 什么体格能躺得住这么揍 头四个过去了 轮到秦琼了 堂上有人说 山西路州天堂县 配军秦琼 上堂 说到这里 金甲通缓两人一左一右 掺着秦琼秦叔宝 亲爷 您得装相点啊 千万别抖精神 您要一抖精神 那咱就全完了 秦琼说我知道 我知道 掺着秦叔宝 秦叔宝一步一步的 就走上堂来 来到大堂之上 望下的这么一跪 罗伊罗艳超在上面望下一瞧 下跪你是秦琼吗 唉 正是小人 罗伊罗艳超子 来啊 两旁大行走 这功夫金甲通缓说了 王爷 启禀王爷 这个人一路之上 身染重病 现在大病未好 如果一百沙尾棒 打下去 他小命可就没了 罗伊罗艳超望下一看 这是真的吗 对啊 咯 是 你 还是 你 感谢观看